起司民本基金會針對國家安全相關議題 做出一份民調 點出民眾對於國防安全的疑慮 民調碰上中共軍演 身為基金會董事長的立委江啟成 認為這份民調可以確實反映民意 針對如果中共攻台是否會出兵協防 百分之五十六點二的民眾認為美國不會伸出援手 認為會出兵協防的只有三成四 至於日本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九的人認為也不會派兵幫忙 對日本有信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四點八 裴洛西訪台引發中共以六大區域為台軍演 民調也寫是有超過四成的民眾認為裴洛西來台是必大於利 認為利大於弊的只有兩成七 臺灣受到共軍威脅也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表達非常不滿意蔡英文的國防政策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受測者認為還算滿意 另外也有超過七成的人認為中共飛彈穿越臺灣應該發送簡訊或警報告知國人 除了基金會民調民眾黨則是認為中共出兵演習不只是國防議題 我們必須直說其實在各個領域上不管是經濟啦金融啦交通 其實這還有甚至資訊上其實早就已經有這些戰爭的開打了 除了各黨團學者也提出相同的看法中研院士認為台海緊張對台灣產業影響大 金融業市資金流動可觀察重大國際事件變化時是否有奇怪的資金進出臺灣 應該有制度化機制建立完整風險管理機制 應該決行金融漢光演習 避免臺灣在各方面都得面臨中共威脅 TVBS新聞 蔡明宣光以台北報導